特朗普的新書《癱瘓的美國,如何使美國重振洪風》是星期二上市 這本書強化了特朗普將使美國重振朝綱的訊息 特朗普說他的競爭對手卡森並沒有擔當總統所需要的幹勁 共和黨候選人普遍批評奧巴馬政府並保證推翻他的某些政策 在星期一奧巴馬總統取笑那些暗示美國在他上任前形勢更好的共和黨人 對他們來說,在2008年都已經很好的 當我們在世上的經濟危機的危險 職業和不保證率都升上了 我們不斷陷入到外國的油 敬拉丹仍然在爛 這似乎是我的天氣 包括目前領先的卡森 在內的幾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共同要求改革電視辯論 當中包括限制主持人提出挑動性的問題 卡森說 但這個想法在廣受批評 並被奧巴馬取笑後幾乎全部被放棄 現在距離大選還有一年時間 共和黨陣營依然沒有一直領先的人 同時希拉尼哈林頓已經在民主黨方面強勢領先 美國之音記者霍克 華盛頓報導